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他真的从老同学嘴里听见了那个人的消息 公司垮了 老婆和他离了婚 房子也抵押了出去 曾经有多咬牙切齿 现在也恨不起来 其实对方后不后悔已经不重要了 被爱或不爱都不是我们所能够选择的 但在未来的日子里好好活 却是我们可以把握的 真正的放下就是和过去的自己和解 不怨不恨 心怀感恩 希望有一天我们都可以说出那句话 我变得更好 是因为你 但不是为了你 也希望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释怀 坦然地向过去说再见 让爱情结束的体面点 也不枉彼此曾经的付出和遇见 最难过的瞬间 可能是看到冰箱里仅剩的半瓶牛奶 可能是窗台随风摇曳的 忘了收的衣服 可能是一封信 或者两张电影票 人是后知后觉的生物 非要等到失去了 才能够明白珍惜的意义 夏达的《长歌行李》有一句台词是这样说的 错过不是错了 而是过了 能有以前 但可能再也没有以后了 其实没必要去伤害前任 用力相爱 体面的告别 才是对这段感情最大的尊重 年轻人觉得爱情比人生重要 慢慢活得久了 你会发现 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会变得更重要一点 对面走过来一个人 你撞上了 那就是爱情 对面开过来一辆车 你撞上了 那就是车祸 但是呢 车和车总是撞 人和人总是让 仿佛比起遇见 错过 更像是我们的人生 那天我忙到很晚回到家 刚躺到沙发上 手机响了 接起来是老友微醺的身影 前女友给她发了一条微信 只有一句话 我下个月要结婚了 在一起的时候 朋友带这个女孩去过一家购物广场 那里的停车场很大 他们在里面绕了半个小时才出来 后来他因为工作需要出国 两人分手了 朋友给女生打电话说 要是以后你能够找到带你走出那个停车场的人 就别等我了 女孩给他回说 从今天开始 我再也不去那个停车场了 我会等你的 可最终 他们还是错过了 朋友说 他最后悔的 就是没能够让他等到自己 我相信 大多数人 说一生的时候 是真的愿意许之一生的 只是后来 物是人非 分道扬镳 空流一生在破灭那刻 倒是显得有些讽刺 比起曾经拥有 遗憾更像是我们卡在喉咙里的酒 如果你想和某人说些什么 就在适合的机会说出来 不然一切都完了 我看过这样一则街头采访的视频 里面说 如果可以选择 你希望自己是男朋友的第几任女朋友 最高票是第三任 大概他们心里的第三任 就是最后一任 因为经历过初恋的青涩无知 第二任的学习摸索 第三任的时候 他才会懂爱 更懂得珍惜 有人说 女生成年不是十八岁 而是失恋一次 或是决定结婚之后 大悲或者大喜 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 感情里没有白白遇见的人 有些人的到来 让你变得更好 它让你越来越喜欢你自己 有些人的离开 让你成长得更快 你一下子长大了好几岁 恋爱留给对方最珍贵的东西 不是每次节日细心准备的礼物 也不是日日夜夜为你花费的心思 最难得的 是它留在你身上的 如同河流 留给地形的 那些它对你造成的改变 肥姐和郑少秋分开十多年后 新作的访谈节目 第一个邀请的嘉宾就是郑少秋 镜头前面 两人相识而坐 有说有笑 眼看着节目就要结束了 肥姐忽然很认真地说 我最后想问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真正爱过我 这一问 感觉肥姐那一刻 不是一个主持人 而是一个 即使分开十多年后 依然深情 执着于一个 爱不爱答案的姑娘 没想到 郑少秋也认真地回答她说 我其实好中意你啊 忘记一个人太难 越是告诉自己应该放下 越是会在睡梦中见到她 哭着哭着就醒了 可是 在听到郑少秋的答案后 好像就能够懂了 以前的争吵 纠葛 错过 遗憾 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爱过就好 孤独曾是一种很稀有的病 然而 它现在就像感冒一样 随时上身 很多人都得久病一场 直到遇到那个生命中对的人 才能够大病痊愈 曾经有个男孩打电话表白说 我喜欢你 做我女朋友可以吗 电话的那头没有反应 男生有些撑不住气 又问 你在干嘛 女孩说 我在点头啊 我记得王菲在早年的歌曲当中唱到 让我感谢你 赠我空欢喜 可能每一个深爱过的人 依旧幻想着 如果还能遇见他 遇见 其实也是有出场顺序的 有一天你会发现 你的前半生 都是为遇见某个人的那一刻准备的 人生的出场顺序 真的很重要 如果换个时间出场 结局可能完全不一样 爱情里时机最重要 如果可以 那就等他刚好成熟 你刚好温柔的时候 再遇到吧 5个月 233 可能 下午 8 1 2 3 2